我教你們是最原始的 傳統的方式去喝 是 好可以... 對 最基本的是 黑麵包跟鹽過的黃瓜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想要聞一下麵包 聞一下 用聞的喔 對 用聞的 還有要去感覺到它的味道 然後 吸氣對不對 對 它有一個發酵的味道 吐氣 吐氣 喝蝦咻 吸氣有水 然後呢 麵包到底要不要吃啦 吃小黃瓜 怎麼吃小黃瓜 你聞到麵包吃小黃瓜 來 就沒了 小黃瓜很好吃 小黃瓜很好吃喔 對啊 所以是...到底要吃 所以麵包從頭到尾去拿來吸氣用的 麵包到底要不要吃啦 現在休息一下 再來吃 有沒有感覺 開始吃 好 才開始吃麵包這樣子 有沒有熱的感覺... 你都沒有喝耶 你看我乾杯耶 是要乾杯 酒量太好了 沒有了 所以是因為那個時候物資比較缺乏 怕大家吃太多 所以就是一直吻... 吻... 吻到最後才吃這一塊 為什麼要這樣子吃啊 因為你先吃的時候 其實你感覺不到大的... 因為麵包都會洗進去 對 把Vodka吸進去 所以你先要喝 整個感覺熱起來 熱熱的 熱熱的 還有很順 Vodka最主要的是 不要有任何的強烈的那種 酒精的那種味道 它是要很順 好像...好像水一樣 所以先聞 聞了以後呢 吸氣聞 聞 然後要先吐氣 吐氣 喝一口 喝 再吸 然後再吸 再吸 然後再趕快拿黃瓜過來 再黃瓜吃 對 好忙喔... 來 江浩老師為什麼要這樣子啊 這樣子有什麼作用啊 我想先從他說 為什麼最好的福特加 沒有味道縮起 其實喔 各位要想像 我們是在亞熱的國家 我們從來沒有感覺到 俄羅斯是多麼的寒冷 我自己在1996年的時候 曾經到這個保加利亞 那時候保加利亞才脫離蘇聯 幾年的時間而已 那時候我們是學生嘛 到那個保加利亞 冬天 然後再 到那個學生餐廳的地下室 到了地下室以後 暖氣都還沒有開 那時候是 我感覺是幾乎是零下二十幾度 你根本沒有辦法吃飯 你根本不想吃飯 因為太冷了 太冷了 這時候呢 學校的老師就帶著一大缸 一大缸什麼呢 好像裝在那個實驗坪裡面的 那種烈酒 也不知道是什麼 就倒一杯在哪裡 然後呢 你就很冷... 你就一口喝下去呢 開始感覺像生命 開始有活力 活起來了 你才想吃飯 否則你根本不想吃飯 所以在他們的國家裡面 他們能夠取得的 做酒的原料 不可能是果樹 因為果樹無法生長 對 所以他們只有果樹 或是其他的果樹 其他的果類去做成烈酒 那做成烈酒的時候 以前是為了生存才做烈酒 所以他就是讓他蒸餾了七八次 所以最好的Vodka是 就是它是飲料的一部分 就是最好都沒有味道 可是以前是他們為了生存 所以一定要喝Vodka 對 是這樣子的原油 那老師 它的那個原料 到底是用什麼 你說它是用什麼做的 素米 什麼是素米 就是素米 它是... 它是像... 它是黃色的 黃黃的小米 像我們小米 就是我們小米粥的小米 是用小米嗎 還不是用Potato 其實Vodka的原料非常的多 幾乎所有的穀類 都可以做成Vodka 就有Vodka 事實上Vodka是沒有定義的 對 你用那個糖蜜 有些人用糖蜜 去做都可以叫做Vodka 剛剛那個瑪格莉特 用這種喝法 就是... 因為這種也算烈酒 如果用那個金門高粱 或者是高粱酒 台灣的高粱酒 這樣子在喝的時候 能不能也這樣子做 我們可以去試看啊 就是... 聞一下 然後吃一下這樣子 我們來試看看 搞不好那個高粱酒 也可以這樣用 好 接下來我們請千浩老師出場 我們接下來要來看的這一瓶酒的話呢 是這個玉山的台灣高粱酒 來 瑪格莉特 這瓶酒的話是人家送的啊 人家送的 對 那妳為什麼沒有喝 因為我覺得這一瓶酒 我要保留一下 因為還滿有價值的 對 為什麼還很有價值 這個是我去表演 幫忙菲哥做一個演唱會 對 那他剛好是今年中去年 好像他是這個品牌的代言人 對 沒錯 所以那個 妳去參加那個活動的時候 後來那個... 後來送的 台灣高粱酒公司的話 台灣燕酒公司送給妳這樣子 對 沒錯 他們是贊助 那您自己... 這個演唱會 您自己鼓呢 這瓶酒呢 這瓶酒 對高粱完全... 妳不知道喔 我對高粱完全不瞭解 可是可能我評估800塊 800塊而已 來 我們請... 1000... 來 我們請千號老師幫我們 兩千... 我忘了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瓶酒 這一瓶酒的話呢 是這個玉山的台灣高粱酒 妳這個拿去那個俄羅斯的話 應該是很多人會喜歡的 我覺得俄羅斯人會不喜歡 因為其實我們的人 最重視就是沒有味道 米酒有一個很重的味道 好 我們待會兒 是不是可以把它打開來喝 可以 搞不好妳用那個小王瓜這樣子 搞不好也很好喝 我們用對我們傳統的方式喝 有可能沒有味道 好 千號老師 可以這樣子吃嗎 好 那個各國喝酒的方式 真的不太一樣 這是跟當地的氣候環境 對 我們說文化 文化是什麼 What is culture 文化就是一群人 在那邊的生活方式 對 是除了這個地理以外的人 所可能無法理解的 我們搞不好可以試試看 用高粱酒配那個蔥花麵包 我們也可以配米飯 可不可以啊 老張蔥 蔥燒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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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回有這樣子試過啊 真的嗎 對 有 上回那個報告是誰 有帶了一個餅 我忘記是什麼餅 他說配那個高粱酒 非常非常的好喝 搞不好真的 臭豆腐 臭豆腐有嗎 可以嗎 對 因為高粱酒有一個 臭豆腐到底敢不敢吃啊 我很喜歡 那他應該會喜歡 好 來 千號老師可以 你等一下要告訴我們高粱酒 到底要搭配什麼 好不好 OK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玉山的一個 您自己估呢 現在多少錢 不囉嗦 小意思 一萬塊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玉山台灣高粱酒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330 為什麼330 330對不對 老九霖 這個是外面的定價 對啊 但是這種高粱 玉山這個就是屬於那個 龍田酒廠做的清香型的 就沒有大陸的那種農香型 對 就是本土的這種高粱去做的 好 那老師剛剛有特別講到 這個高粱酒到底要搭配什麼 會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做過 在金門當過兵的人 就是高粱酒最好的搭檔 就是花生 花生 對 花生 因為當時在金門當兵的時候 物資缺乏 不是 花生是搭配任何的酒 都可以吧 對啊 喝啤酒也來花生 這樣不算 老師你講一個特別一點 為什麼 因為以前物資缺乏的時候 我們只能看花生 聞一下再喝 也有大的背景對不對 沒有 以前真的 以前是台灣也是很窮的人 那時候其實 不要說用高粱酒 那時候是用米酒 米酒 喝台灣那種料理的那種 我們現在是講料理米酒 以前那個米酒 一瓶16塊我還記得 我那時候的話一瓶16塊 喝米酒然後配那個花生米 這樣子 所以如果現在的話呢 如果稍微 經濟條件好一點的話 配個烏魚子可不可以 當然 烏魚子當然最好了 烏魚子還用高粱來燒它 那配 配香腸可不可以 沒錯 配香腸啦 非常好 香腸直接 這樣 香腸吃一吃以後